第146集 小妖竟然有一种咽喉被扼住了的窒息感,想要后退。 幸亏香柳身上也发出强大的压迫感,逼得那个男子只能紧紧地盯着香柳,往后退了一步。 香柳和小妖落在船上,信天翁妖指着小妖,惊恐地叫。 你,你没死? 小妖展开双手,转了个圈,笑着说。 没死,从头到脚,完好无损。 信天翁妖看向小妖身旁的香柳,白衣白发,容颜俊美。 她想起了大荒内的一个很有名的妖,脸色巨变,立即躲到搭档的身后,却又好像不能相信,探出个脑袋迟疑地问。 香柳,救,救命香柳。 香柳显然没把信天翁妖放在眼里,根本懒得扫她一眼,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她身前的男子。 两人如两只对峙的野兽,看似一动不动,实际都在等待对方的破绽。 小妖看信天翁妖被吓得躲在身后,压根儿没有动手的勇气,不禁笑问。 是香柳如何,不是香柳又如何。 信天翁妖道。 不可能是香柳,你是信妖娃的外孙女,香柳不可能救你。 原来连不把人情规则放在眼里的妖族,也是这么看她和香柳的关系。 小妖突然觉得索然无畏,不想再逗信天翁女妖,板着脸说。 把我的侍女还给我。 正在此时,那个苍白瘦弱的少年发动了攻击,如猛虎下山,又如灵狐腾挪,向香柳扑去。 信天翁妖立即化回妖身,震翅高飞,如闪电一般逃向远处,竟然抛弃了同伴。 小妖的剑术足以让信天翁妖明白,长着两只翅膀可没什么大不了。 可香柳身有重伤,她担心香柳,顾不上看信天翁妖,目光一直紧紧地锁着少年。 香柳和少年快速地过了几招,不过一瞬已经分开,又恢复了对峙的情形。 只不过少年胸膛剧烈起伏,目光冰冷骇人,香柳却很闲适,微笑着说。 小妖,你可还认得这只小野兽? 小妖也觉得少年似曾相识,盯着少年打量。 少年听到小妖的名字,似乎有些动容。 可此时,她就如在一只猛兽的利爪下,根本不敢煽动,没有办法去看小妖。 小妖看到少年少了一只耳朵,终于想起了她是谁。 那个坚持了四十年,终于获得自由的努力。 小妖高兴地跑向少年。 喂,你怎么做杀手了? 我是小妖啊,你还记得我吗? 香柳没有阻止她,如同纵容幼崽去探索危险的大兽,并不想打扰孩子寻找点乐子。 她只是紧盯着少年。 但凡少年露出攻击意图,她必定会瞬间杀了少年。 少年也感觉出香柳暂时不会杀她,她怕引起香柳的误会,不敢动,只把目光稍稍转向小妖,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不过显然,因为不经常做微笑这个动作,看上去十分僵硬。 少年说, 我是左二。 小妖很惊喜。 啊,你用的是我记得名字,你还记得我? 左二说。 记得。 她永远不可能忘记她和另一个被她换作悲的男子。 小妖问。 这些年,你过得如何? 你的钱花光了,饿肚子很饿,快死了,杀人有钱。 小妖愿了一下,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对香柳说。 她竟然用十八个字,就说忘了几十年的曲折经历。 和我是两个极端哎,我至少可以讲十八个时辰。 香柳笑了笑说。 哼,你肯定十八个时辰够用啊,能把一只猴子都逼得壮严自尽,十八个时辰,不太够啊。 小妖悄悄瞪了香柳一眼,指着苗圃对左二说。 放了她,好吗? 我给你钱。 左二看香柳没有反对,跑过去抱起苗圃。 给你,我要你的钱。 小妖检查了一下苗圃,还好只是受伤昏迷过去。 小妖给苗圃喂了一些药,把苗圃移进船舱,让她休息。 香柳质问左二。 你为什么没有杀苗圃? 小妖走出船舱。 是啊,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以左二的精益和性子,既然出手,肯定很辣致命,可苗圃连伤都很轻。 左二说。 她身上的味道,和你以前一样。 小妖想了想,恍然大悟。 那时候,背带她去花妖的香料铺子里玩,她买过不少稀罕的香卤, 因为觉得新鲜好玩,自己动手调配了十来种独特的香,送了心悦四种,送了阿念四种。 她自己常用一种被她命名为梦的香,后来看苗圃喜欢,就送给苗圃用。 自己反倒完宴了,不再用香。 小妖有些唏嘘感慨,叹道。 我都很久不玩香了,没想到几十年了,你竟然还记得? 左二说。 记得。 那时的她又丧又臭,人人都嫌弃畏惧地闪避,连靠近她都不敢。 小妖的拥抱,是她第一次被人拥抱。 她一点不明白小妖想干什么,但她永远记住了她身上独特的味道。 若有若无的幽香,遥远又亲近,犹如种下叶的绚烂星空。 小妖不得不感慨,人生际遇,诡秘莫测,缘分都转肩,谁能想到她几十年前无意的一个举动,竟然能救苗圃一命。 香柳问左二。 谁雇佣你杀小妖? 不知道,阿翁说她会杀另一个人,让我去杀她。 左二指了下船舱里的苗圃。 事成后,阿翁给我十美金被逼。 她说我可以去乡下买间房子和积木地,娶媳妇生孩子。 小妖难以置信,指着自己的鼻子,恼火地说。 什么?她才给你十美金被逼? 我怎么可能才值那么点钱呢?你被她骗了。 左二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愧疚不安地说。 我不知道是你,我不该答应阿翁。 小妖拍着她的肩膀说。 没事没事,这不是大家都活着吗? 一声轻亮的雕鸣传来,白雕毛球双爪上提着一只信天翁飞来,得意洋洋地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了几圈,还特意冲着小妖叫了两声。 小妖这会儿才理解了香柳起先的话,二对二。 二是指她和毛球,而不是小妖,她都不屑把小妖算作半个。 毛球炫耀够了,收拢双翅,落在甲板上。 一爪战立,一爪按着信天翁,信天翁瑟瑟瑟发抖,头贴着地面哀求道。 我是不知汐灵小姐是香柳将军的朋友,求香柳将军看似大家都是妖族的份上。 饶我一命,以后绝不再犯。 香柳说。 雇主的身份。 我不知道,对方肯定明白信天小姐身份得出,和我接触非常小心。 我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可是个声音可能是假的。 香柳冷哼一声,毛球爪上用力,信天翁惨叫,急急地说。 啊,有一幅写在礼仪上的歌谣,对方说,拿个信天小姐看,信天小姐就会听话,当我和左尔都不识字,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识字是贵族才特有的权利,别说信天翁妖这个浪迹天涯的杀手,就是轩辕堂内的不少将领都不识字。 毛球用嘴拔了一撮信天翁头上的羽毛,信天翁惨叫着说。 别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香柳将军饶命,饶命啊! 小妖说,不必破她了,如果我真死了,的确没什么线索可以追寻,但我没死,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可查。 香柳问小妖。 想出是谁了吗? 小妖神情黯然,说道。 影珠里是景的声音,礼仪上写的是我唱给景的歌谣,就连礼仪的布料,也是景一直喜欢用的韶花布。 想杀我的人,一定和景很熟悉。 我不能确定,但大致有些推测。 毛球扑上着翅膀,对香柳兴奋的鸣叫,香柳对毛球点了下头,小妖还没反应过来,一声淒厉的惨叫。 毛球的利爪已经插进信天翁的身体,她叼起信天翁,背转过身子,藏到船尾去进食了。 香柳眼睛眨都没眨一下,左耳也是平静默然地看着,就好像毛球真的只是抓了一只普通的信天翁石。 小妖在深山里待了二十多年,看惯了兽与兽之间的捕杀。 她明白,对妖族而言,这只是正常的弱肉强食。 其实想得深刻点,人和妖的分别,只不过一个是弄熟了吃,一个是生吃活吞。 可听着传尾传来的声音,小妖还是有点不舒服。 她对香柳说, 我知道,你又要嘲讽我了。 不过,你能不能让毛球换个地方进食啊? 香柳瞥了小妖一眼,说道。 毛球,听见了吗? 毛球不满地哼哼几声,抓着信天翁飞走了。 没有了嚼骨头的嘎巴声,小妖常常吁了口气,得寸进尺地对香柳说。 你做个小法术,用海水冲洗一下甲板呗。 血腥味,你闻着也不舒服啊。 我不觉得。 香柳已在栏杆上,显然不打算照顾小妖的不舒服。 左耳却提了水,开始刷洗甲板。 小妖很是感动,一边感慨腰和腰真是不同,一边和左耳一起干活。 干完活,小妖饿得眼冒惊心。 有吃的吗? 有。 左耳跑进船舱,端了一堆食物出来。 小妖捡了块阴凉处,和左耳一块吃饭。 待吃饱了,小妖拿了碗酒,边喝边问。 不,我不是告诉你,可以去神农山找苍玄吗? 你饿肚子食,为什么不去神农山呢? 太远了,饿得走不通。 后来有了钱,有饭吃,就没去。 小妖估摸着,那时候她已经到了东海,没有坐骑,想去神农山的确不容易。 哦,原来是这样。 左耳问。 苍玄是谁? 世人都知道轩原王,可知道轩原王名字的人倒真不多。 小妖说。 他就是轩原王。 以前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公子呢,你叫他... 碑? 左耳在奴隶死斗场里见过好几次碑,可碑都是狗头人身,左耳并不知道碑的真正长相。 小妖下意识地看向香柳,香柳也恰看向她。 两人目光一触,小妖立即回避了。 小妖对左耳说。 他...死了。 左耳冷漠的眼睛内流露出伤感,在她心里,碑不仅仅是她的同类,还是指引她重生的老师。 很多次重伤倒下,觉得再没有一点希望时,看到碑坐在看台下,静静地看着她。 虽然什么都没说,可碑的存在,本身就在传递着温暖和希望,她总能再一次站起。 左耳对小妖的感激和亲近,不仅仅因为小妖给予她一个拥抱和一袋钱,还因为小妖和碑的关系。 小妖接受她的同类,是她的同类的朋友。 左耳问。 你会想念她吗? 小妖轻轻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左耳非常固执,盯着小妖,又问了一遍。 她不在了,你会想念她吗? 小妖道。 会。 左耳笑了,对小妖说。 她会很开心。 小妖盯着香柳说。 你不是她,你怎么会知道,她会不会在乎别人的想念? 她根本不在乎。 左耳面容严肃,明明不善言辞,却激动地说。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怕死,我们什么都不怕,可我们怕黑。 如果我死了,有一个人会想念我。 左耳手握成拳头,用力地砸在自己的心口。 这里,就不会黑了。 很明亮,很开心。 小妖问香柳。 她说得对吗? 香柳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妖,轻巧地问。 难道你竟然想相信,我完全不介意。 哈哈哈哈,我疯了才会相信啊。 小妖哈哈大笑,用夸张的声音和动作打破了古怪的气氛。 她对左耳说。 哎,你会开船吗?会开的话,送我们回陆地吧? 会开。 左耳扯起风帆,长着舵,向着陆地的方向行驶去。 小妖走到香柳身旁,说道。 至少要四五天才能看到陆地,海上就我们这一艘船,很安全,你正好可以养伤。 香柳眺望着大海,沉默不语。 小妖以为她拒绝了时,听到她说。 也好。 香柳指了指在认真驾船的左耳。 回到陆地后,你打算让她怎么办? 让她继续四处流浪,去做廉价杀手。 日子长了,她要么变成真正的混蛋,要么被人杀了。 左耳的耳朵很灵,听见了香柳的话,不满地反驳。 我能吃饱饭。 小妖笑看着左耳。 你能为星天翁妖干活,也能为我干活吧?我也能让你吃饱。 左耳很爽快地说。 好,我帮你杀人。 小妖觉得额头有冷汗滴落,干笑道。 我不是请你做杀手。 我只会杀人。 左耳的神情很平静,眼睛中却流露出悲伤和茫然。 从济世起,她就是奴隶,唯一会的技能就是杀人。 小妖收起嬉笑的表情,静静想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说。 我请你做我的侍卫。 平时不需要你杀人,但如果有人来杀我,你需要帮我杀了他们。 可以吗? 第147集 左耳盯着小妖,似乎在思索,小妖到底是真需要人保护,还是在怜悯她。 小妖说。 我不是怜悯施舍,是真的需要,你也亲眼看到了,有人想杀我,我没有自己的侍卫。 苗仆是苍玄给我的,他还打不过你呢。 你很厉害,如果你愿意保护我,其实是我占大便宜了。 左耳的眼睛变得亮闪闪的,洋溢着开心。 他说。 我愿意,我愿意做你的侍卫。 小妖道。 那就说定了,以后你保护我,我负责你有饭吃,有衣穿,还会帮你套个媳妇。 左耳苍白的脸颊竟然慢慢地变红了,他紧抿着唇,专心致志地驾传,不好意思看小妖和香柳。 小妖微笑着,温柔地看着他,心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很多很多年前,香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似狡诈凶狠,却又质朴简单。 如果那个时候,她能遇见香柳,是不是香柳也可以找到一个心爱的女子? 她会带着她一起去花妖的店铺里买香鹿,一起去找藏在身像里的石铺子。 小妖下意识地去看香柳,香柳侧身而立,望着海天深处,唇盼含着一丝温和的笑意。 因为唇角这个浅浅的弧度,她完美的侧脸不再冰冷无情,有了一点烟火气。 小妖正正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也将各种胡思乱想都收好。 她进船舱去看苗圃,为她喝了点水和药,看她一切正常,才走出船舱。 小妖找了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望着蔚蓝的壁空,听着海鸟的鸣叫,浑浑沉沉地打起瞌睡。 香柳的声音突然响起。 根据你的推测,要杀你的人是谁? 小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清醒了一会儿,说道。 嗯,啊,银珠里的声音到罢了,听过景说话的人很多,模仿景说话并不难。 可李衣上那首歌摇听过的人却不多,除了景的侍从,我的侍女,还有风龙,心悦,就连苍玄都没有听我唱过。 我的侍女,不可能。 景的几个侍从,我也相信他们。 那,只有风龙,心悦了。 他们有这个能力打破,也给得几星天翁妖说的天大的价钱。 赤水风龙,神龙心悦。 嗯,但我想不通为什么呀。 我和他们唯一的过节,就是当年的悔婚,可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看上去,风龙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了。 至于心悦,我的确不够讨好她。 可除了我和风龙的事,我也从来没有得罪过她。 她就算讨厌我,也不至于想杀了我。 小妖笑挥挥手,像是已赶走了讨厌的苍蝇。 唉,算了,不想了。 小妖这样子,完全不把一位大将军族长,一位王后当回事。 风龙和心悦都不是一般人,不管是谁做的,有第一次就绝对会有第二次。 下一次,可不会这么好运。 左耳都不赞成,插嘴说。 应该杀了他们。 小妖笑起来,对左耳说。 这不是山叶丛林,我是觉得她危险就能打死她的。 天下出定,风龙和心悦的身份都十分敏感。 苍蝇正在尽全力让各族融合,和谐共处。 小妖不想因为自己让苍蝇头痛,更不想因为自己引起士族间的冲突,甚至战乱。 船平稳快速地向着西边行驶,一群群白色的海鸟时而盘旋而上,冲上碧蓝的天空, 时而飞扑而下,冲进蔚蓝的大海。 香柳望着海鸟,慢慢地说。 以前我认识的文小六有很多缺点, 唯独没有逆来顺受,愚蠢白痴的缺点。 你是不是这些年被屠山景照顾得太好了? 她一死,你连如何生存都忘记了? 小妖现在最忌讳人家说警死了,怒瞪着香柳。 香柳轻蔑地看着她,讥讽地说。 你的确不是置身于山野丛林, 你在比山野丛林更危险的神龙山。 山野丛林庄,再危险的猛兽不过是吃了你。 可在这神龙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次如果你死了,会有多少人因你而死? 赤水风龙已经打破了几万年来四十家的均衡布局。 现在屠山市的族长突然顽固,唯一的子嗣还小。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 屠山市也许就会被赤水风龙和其他始族瓜分了。 在权势利益的引诱前, 都有人肝冒齐险去弑军。 杀个你,算什么? 我现在是真后悔和你这个愚蠢, 软弱的女人命脉相连。 算我求你了。 在你穿死前,赶紧想办法,把我们的骨解了。 小妖走到船弦边,眺望着海天近处。 海风呼啸而过,血红的嫁衣烈烈飞舞, 夕阳的余晖将她的身影勾勒得浓墨重彩。 她身上的嫁衣红得就好似要滴下血来。 太阳渐渐落下,月儿从海面升起, 刚过满月之日不久, 不仔细看月亮依旧是圆的。 小妖指着月亮,对香柳说。 你看。 香柳冷冰冰地看着她,动都没动。 左儿倒是扭过头,看了看月亮, 干巴巴地说。 很圆的月亮。 小妖扑齿笑了出来,凝视着月亮。 说道。 惊选了满月之日成婚。 我本来想问她为什么,但有些不好意思。 想着成婚后有的是时间,就没有问。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十二天前。 梦下支月的满月室。 她下午来小月顶和我辞行,说是晚饭前走。 可用过晚饭后,依旧没走。 一直到月亮攀上了山顶,我们依旧在山间,踏着月色散步。 那一晚的月亮很美,我拉着她跃下踏歌。 她不会,我边唱歌边笑她笨拙。 后来,她骑白鹤离去前,指着月亮。 对我说,下个满月之日后,不管月亮阴晴圆缺,人世悲欢离合。 我和你,我和你,长相守,不分离。 小妖突然对着辽阔的大海唱起了歌。 小妖突然对着辽阳开标。 我和你,长相守,不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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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你们就会碰到宣约王派出来搜寻小妖的人 她把一枚龙眼大小的珠子扔给小妖 从船上跃下落到海上 这是什么 小妖跑到船尾举着珠子问 海图 如果你没本事在深冬山活下去 可以来海上 这个海图只是一小部分海域 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体 用不了多久 就会像水中的鱼儿一般熟悉大海了 小妖想起来 香柳曾说过 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有很多岛屿 有的寸草不生 有的美如幻境 我用不着这个 小妖想把珠子还给香柳 可她已经转身 踩着碧波向着北边行去 看似闲事从容 却不过一会儿 身影就被夜色吞没 左耳看到 小妖一直凝望着香柳消失的方向 很久后 小妖收回目光 把海图珠贴身藏好 对左耳说 明日清晨 我会唤醒苗仆 不要让她知道香柳来过 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香柳上的那只信天翁妖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 带苗仆回到船上时 发现信天翁妖要杀的人是我 你杀了信天翁妖 救了我 左耳点了下头 小妖不担心左耳会露线 左耳既简单质朴 又狡诈凶残 她不是不会撒谎 只是认为 没有那个必要 清晨 小妖将一直昏睡的苗仆唤醒 连睡了几日几夜 苗仆身上的伤 已经好了大半 她看到小妖还活着 喜极而泣 小妖正劝慰 她又看到左耳 怒吼一声 就冲了出去 小妖大叫 自己人 自己人 苗仆不是没听到 但她太恼恨左耳 并没有停手 依旧攻向左耳 左耳没有还手 苗仆的两掌 结结实实地 打到她身上 苗仆居然还想打 小妖严厉地说 苗仆 住手 苗仆这才停下 小妖立声说 我说的是自己人 你干什么 就算她打败了你 那是你既不如人 也不能迁路到 想杀了她 苗仆又是羞脑 又是委屈 含着眼泪说 我打她 不是因为她打败了我 而是 她 她轻薄我 左耳会轻薄姑娘 小妖十分好奇 兴致勃勃地问 啊 她怎么轻薄你啊 我不能动 她在我身上 秀来秀去 小妖明白过来 如果要解释清楚 来龙去脉 势必会牵扯出杯 小妖不想提起杯 直接命令道 左耳不是故意的 她只是好奇纳闷 再靠着气味判断 绝不是轻薄你 不许你再介意此事 左耳以后会跟着我 你不要欺负她 她能有胆子欺负她 苗仆狠狠瞪着左耳 不说话 她是苍玄训练的暗卫 早见惯了各种杀人的方法 可看到左耳徒手 撕裂两匹天马时 还是被惊住了 她毫不怀疑 左耳杀人时 也会采用最直接 最血腥的方式 一个多时辰后 他们碰到一艘 在搜寻小妖的船 萧萧下在船上 看到小妖完好无损 她腿一软 跌跪在甲板上 小妖忙上前 扶着她坐下 看她面色憔悴 抱歉地说 让你受赖了 萧萧说 奴婢收点累没什么 陛下昼夜担忧小姐 不肯吃不肯睡 小姐赶紧随奴婢回去见陛下吧 小妖对左耳说 我先一步走 你随着船 晚一点就能到 她又盯触苗圃 左耳刚到 人生地不熟 你照顾一下她 苗圃翻白眼 她一出手 全是对恶毒的招式 谁敢招惹她 小妖知道 她也就是嘴巴上恶毒 笑拍了拍她的脑袋 对左耳说 苗圃心软嘴硬 她说什么你别理会 跟老她就行了 小妖驱策坐骑 带小妖赶去见苍玄 飞了半日 小妖看到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正是那日 她和苗圃驾驭天马逃出来时 停落的岛屿 天马尸体仍在 残碎的身躯 静卧在荒草中 一地的鲜血 已经变成了黑红色的血污 一个人也不怕脏 就坐在黑红的血污中 呆呆地看着不远处的大海 她的衣服上都是污泥和乱草 完全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她头发散乱 满脸胡子拉扎 几乎看不出她的本来面貌 小妖不敢相信地走过去 不太确定地叫 苍玄 是你吗 苍玄缓缓扭头 看到小妖 脸上闪过喜色 可立即变成了紧张 迟疑地说 小妖 是你吗 小妖走到她面前 蹲下 摸着她蓬乱的头发 是我 天哪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是幻想 苍玄的眼眶深陷 显然几日几夜没睡 第一百四十八集 小妖心酸 猛地抱住了她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苍玄 苍玄 这才相信 小妖真的活着回到了她身边 时而复得 又狂喜 更多的 却是惧怕 她紧紧地搂住小妖 就好像要把她牢牢锁在身边 再不失去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我已经几百年不知道惧怕为何物 可这几天 我真的很害怕 小妖扶在苍玄肩头 眼泪缓缓滑落 对不起 我错了 苍玄说 不怪你 不是你的错 是我大意的 小妖默默地流着泪 不敢告诉苍玄 那一刻她放弃了 她忘记了一切 也忘记了苍玄 没有尽力逃生 竟然只想结束痛苦 小妖对苍玄许诺 以后不会了 苍玄以为她是说 以后绝不会再轻信别人 上当重计 苍玄拍了拍她的背说道 我也不会给你机会再犯错误 苍玄的话中有刀光剑影 透出难以承受的沉重 小妖擦去眼泪 捂住鼻子 故作嫌弃地说 你好臭啊 苍玄举起胳膊 闻了闻 赞同地说 是挺臭的 可我是为谁 变得这么臭的 苍玄说着话 竟然要把 又臭又脏的衣袖 按到小妖脸上 小妖边躲 边推了一下苍玄 不想灵力不弱的苍玄 竟然被几乎没有灵力的 小妖推得摔倒在地上 小妖吓了一跳 赶紧去拉她 我扶你回去休息 你得吃点东西好好睡一觉了 苍玄听而不闻 举着胳膊 依旧想把臭袖子 罩到小妖脸上 小妖抓起她的袖子 贴到自己脸上 用力地吸了吸 满意了吗 可以去休息了吗 苍玄笑起来 终于不再闹了 小妖扶着她站起 安慰想上前帮忙 被苍玄扫了一眼 立即又退回暗处 小妖和苍玄乘坐云年 去了清水镇外 轩辕驻军的营地 扶着苍玄走进屋子 小妖探头探脑地四处看 苍玄说 出来的匆忙 没来得及带服侍的人 萧萧他们被我派去寻你 都累得够呛 我命他们去休息了 苍玄倒不是非要人服侍的人 可现在她这样子 小妖还真不放心她一个人 只得自己动手 服侍苍玄沐浴换衣 苍玄打了小妖的头一下 你别不乐意 本来就该你做 小妖知道自己这次错了 点着头说 我没不乐意 能伺候陛下 晓得深感荣幸 苍玄美好气地在小妖脑门上谈了一下 苍玄洗完澡后 说没有胃口 不想吃饭 小妖也不敢让她骤然大吃大喝 只让她喝了小半碗西粥 又堆了一点百花嫩的穷浆 服侍苍玄喝下 小妖让苍玄休息 苍玄躺在榻上 迟迟不肯闭眼 小妖说 你不累吗 虽然几日几夜没喝饮 可一直没觉得累 洗完澡 放松下来后才觉得很累 累得好像眼皮子上压了两座衫 只想喝上 那你喝上呀 苍玄沉默了一会儿 苦笑着说 你别笑话我 平生第一次 我竟然有点后胖 不敢睡觉 怕一觉睡醒 你又不见了 小妖心酸 推了推苍玄 让她往里睡 她又拿了一个预枕放好 脱下鞋子 让她躺下 我陪你一块睡 苍玄的手探过去 想握小妖的手 由一半上 终止是握住了小妖的一截衣袖 小妖瞅着她 笑道 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苍玄微笑着 没有说话 其实并不像小时候 那时两人亲密无间 小妖围在她怀里 不会在两人之间留下半尺的距离 她也不会只敢握一截她的衣袖 她会搂着她 耳鬓思磨间 听她哼唱歌谣 小妖说 还不闭眼睛 睡了 苍玄说 你唱首歌 小妖嘟囔 你多大的人了 还要哄睡吗 说是说 却依旧哼唱了起来 熟悉的旋律中 苍玄终于再撑不住 闭上眼睛 沉沉睡去 小妖却睁着双眸 定定地看着仗顶 在告诉苍玄 和不告诉苍玄之间 犹豫了很久 小妖决定了 不告诉苍玄实情 一是还没确定 究竟是新月做的 还是风龙做的 或者他们二人联手做的 甚至不是没有可能 别人探听出了 他和景的私事 想嫁祸给新月和风龙 二是此事牵涉 湘柳和他体内的骨 真要解释起来 得把几十年前的事情 重新交代一遍 苍玄从一开始 就非常反对 他和湘柳来往 他也答应过苍玄 不和湘柳打交道 总是说体内的骨 无足轻重 所以撒谎就是这样 如同滚雪球 只能越滚越大 苍玄从傍晚 一直睡到第二日中午 迷迷糊糊醒来时 一个鲤鱼打挺坐起 眼睛还没全睁开 就扬声叫 小妖 小妖掀开帘子 探出脑袋 笑咪咪地说 你醒啊 饿了吗 已经做好吃的了 你洗漱完就可以吃了 不等他回答 小妖就缩回了脑袋 不一会儿 萧萧进来 一边服侍苍玄洗漱 一边详细秉奏一遍 昨日如何寻到小妖的 苍玄听到苗圃也在船上时 脸色很是阴沉 萧萧小心地说 可以用饭了 都是小姐亲手做的 忙了一早上 苍玄的眉目柔和了 穿好外袍 向外行去 刚走了两步 又回身 在镜子里打量了一番自己 看没有差错 才出了寝室 石岸上摆了六碟小菜 四素两婚 姜米铜蒿 和人木耳 酸甜红来福 石曲白铃膜 致鞍蠢 银芽烧扇丝 绿是绿 黑是黑 红是红 白是白 颜色鲜亮 分外讨喜 苍玄只看到 已是觉得胃口大开 小妖将一碗肉糜汤饼端给苍玄 笑咪咪地说 今日可以多吃点 不过也不要太多 西八分饱就好了 小妖坐到她对面的食岸上 端起碗 静静用餐 苍玄一边吃 一边经不住 满脸都是笑意 如果每天都能如现在一般 劳累一日后 和小妖一块吃饭 那么不管再多的劳累 都会烟消云散 用完饭 小妖和萧萧一块把碗碟收了 苍玄打算晚上出发 赶回神农山 临走前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小妖想做些东西晚上吃 带着苗圃在厨房忙碌 左耳坐在树下 闭着眼睛打短 萧萧刚悄无声息地出现 左耳就睁开了眼睛 萧萧盯了左耳一眼 走到窗前 对苗圃说 陛下召见你 苗圃的脸色插那惨白 小妖说 你先去 我会立即过去的 放心 绝不会有事 苗圃随着萧萧走进花厅 一看到苍玄 立即跪下 苍玄淡淡说 从头说起 苗圃将小妖如何得到阴珠 如何迷到萧萧 如何打开暗道 偷了两匹天马 如何用轩辕王的令牌 溜出神龙山 如何到了东海 看到一艘船 一一交代清楚 苗圃说 小姐下海后 好一会儿没回来 我决定去找小姐 刚要走 左耳 就是跟着小姐回来的 那个男人出现了 一言不发 就徒手撕裂了两匹天马 我和他打了起来 他出手非常狠毒 我打不过他 本以为要被他杀死了 没想到一阵风过 他嗅了嗅 竟然放弃了杀我 只是封了我的穴道 在我身上嗅来嗅去 我挣扎反抗 他把我敲晕了 等我再醒来时 在一艘船上 就是萧萧看到的那艘船 不是我和小姐最早看到的那艘 小姐和左耳都在船上 我问过小姐 究竟怎么回事 小姐说 他和左耳以前就认识 左耳杀了杏天翁妖 救了他 还说 左耳以后跟着他了 我觉得左耳对小姐很忠心 苍巡说 你认为该怎么处罚你 苗圃磕头 我没有劝阻小姐 及时奏报陛下 反而擅自帮助小姐 逃出神龙山 差点助成大错 万死难辞其咎 不敢求陛下宽恕 是求陛下 死我诉死 苍巡对萧萧焊手 萧萧刚准备动手 小妖走了进来 说道 陛下不能处死苗圃 苍巡含着脸 冷冷地说 功不赏何以利心 罪不罚何以利威 赏罚不严明何以之国 这事不是你能插手的 小妖 出去 小妖说 监听财明 请陛下听我说几句话 你说 苗圃以前是陛下的安慰 可陛下已经把她给了我 她现在是我的侍女 也就是说 陛下是她的旧主人 我才是她的新主人了 对 那她究竟是该忠于陛下这位旧主 还是该忠于我这位新主呢 苍巡沉默了一瞬 说道 该忠于新主 小妖说 苗圃所作所为 都是我下的命令 她只是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 我认为她对我很忠心 我很满意 苍巡看着小妖叹了口气 神色缓和了 尽会虎脚蛮缠 小妖笑起来 哪里是虎脚蛮缠了 难道我说的没有道理吗 难道陛下送我侍女 不想侍女对我真正忠心吗 赏罚是要严明 可赏罚也要有道理呀 苍巡说 苗圃不再是合格的安慰 倒是勉强能做你的侍女 罢了 你领她回去吧 不过 我说清楚 你若有半点差池 我就扒了她的皮 苗圃打了个寒颤 色缩地说 奴婢一定会保护好小姐 小妖对苍巡说 说起保护 倒是有件事要和你说一声 我收了个侍卫 叫佐尔 根据收到的调查 他是个杀手 以前是 以后是我的侍卫 你先告诉我 在你失踪的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顾用佐尔和另一个杀手信天翁妖杀我 但佐尔和我是顾交 之前他不知道要杀的人是我 等发现后自然不愿意杀我 信天翁妖还想杀我 就被佐尔杀了 我问过信天翁妖 小妖是谁雇佣他们杀我 她压根没见过雇主 完全不知道 你要佐尔进来 我要单独问问她 佐尔以前是地下死兜场里的奴隶 常年被锁在笼子里 不善言辞 也不喜说话 对人情事故完全不懂 反正 你见过就是到了 小妖领着苗圃出去 让等在门外的佐尔进去见苍玄 以佐尔的性子 在她眼里 苍玄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肯定不要指望她恭敬有礼 但小妖并不担心 苍玄会为难佐尔 苍玄不是一直生长在 神山上的贵族公子 她见过各种各样的苦难 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 她会理解佐尔的怪诞 也会尊重佐尔的怪诞 小妖完全可以想象 苍玄问佐尔时 佐尔肯定面无表情 欺言如今 一问三不知 不过 她的确什么都不知道 在刺杀小妖这件事中 她唯一知道的就是 杀了苗圃 她能赚十个金被币 希望苍玄不要被 佐尔眼中的天价 给弃着了 苍玄压根想不到 香柳牵扯了进来 所以她不会问 她只会追问 信天翁妖的事 佐尔只需按照 小妖教她的 不管苍玄问了什么 简单的说 她要杀小妖 我杀了她 就可以了 不需要任何解释 她也做不出任何解释 大半爽后 佐尔出来 小妖问 怎么样 佐尔想了想说 她很好 不当我是怪物 小妖笑着 拍拍佐尔的肩膀 早和你说了 我哥哥很好的 没有说错吧 小小走出来 对小妖恭敬地说 陛下让小姐进去 小妖跑了进去 问道 如何 你觉得作案如何 苍玄说 佐尔是她无法驾驭的猛兽 但她会对自己认定的人 奉上全部的忠心 小妖 你真的相信她吗 小妖很严肃地说 我相信她 能让她跟着你吧 在我没有查出是谁雇佣杀手杀你前 你身边的确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小妖忽而想 香柳该不会也是怕她再次遇刺 才提醒她 为佐尔安排条出路吧 苍玄看小妖突然发起呆来 站起身 走到小妖面前 问道 在想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啊 没有 想杀我的人那么多 像沐飞那样明着来的都不敢了 只能躲在暗处雇佣杀手了 苍玄说 我不相信查不出来 别害怕 像佐尔这么愣的杀手很少 一般的杀手不敢接 不管钱再多 他们也怕没命花 小妖点点头 嗯 我知道 她很清楚 如果不是苍玄 世间会有太多的人想要她的命 因为苍玄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才只能想想 永远不敢付诸行动 苍玄走回案前坐下 拿起一打文书 一边翻看 一边说 你去和苗布他们玩一会儿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等全部处理完了 我们就回神农山 小妖看着苍玄一时没有动 她前几日熬得太狠了 即使休息了一整夜 眼眶下仍有轻盈 看着很憔悴 可从睁眼到现在 她一直没有闲过 苍玄抬头 怎么了 哥哥 我 小妖的声音有点哽咽 她转过了身 背对着苍玄说道 我现在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 苍玄说 我会的 小妖匆匆向外行去 苍玄的叫声传来 小妖 小妖停住步子 因为眼中都是泪 她没有回头 苍玄凝视着她的背影说 我一直都守在你身后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愿意回头 就会看到我 小妖擦去眼角的泪 微微点了下头 掀开帘子 出了门 第149集 用过晚饭后 苍玄又接见了几位当地驻军的将领 和他们谈了半个时辰左右 直到天色黑透 苍玄才带着小妖乘云脸返回神龙山 小妖知道 她这次为了她耽误了不少事 所以只能趁着晚上睡觉的时间赶路 苍玄的云脸是特别定做的 为了速度并不大 不过平日里就她一个人乘坐 几时晚上赶路时 躺到睡觉也还宽裕 可现在加上小妖 两个人都睡就有些挤了 苍玄让小妖休息 你睡吧 我恰好要看点东西 困了时 靠着车窗 明一会儿就好了 小妖劈手夺过她手里的文卷 你躺下睡觉 我坐着就能睡 苍玄伸手要文卷 给我 你怎么老是和我扭着干呢 听话乖乖睡觉 你明日回到神龙山 还有一堆事情要忙 我回去躺倒就能睡 所以你该听我的话 苍玄把脸板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 我真有事要做 你可别闹了 我让你睡你就睡 别的事少瞎操心 小妖问 这次我私自溜出神龙山 你就不给我点惩罚 苍玄失笑 你想我惩罚你 你倒是提醒我了 的确要罚你 你想怎么罚呢 刚听闻她偷偷溜走时 不是没气地 想要好好收拾她一顿 可真发现她消失不见时 她唯一的祈求 就是她平安归来 等她回来了 她只有高兴 后怕和自责 哪里还舍得罚她 小妖用手指 比了个一点点的手势 一点点惩罚 可不可以 苍玄故作为难地 想了一想 说 好 就罚一点点 小妖说 云无戏言 苍玄皱着眉头 说道 我怎么觉得 又被你给带进了沟里呢 惩罚就是 罚我今晚坐着睡觉 好了 谁都不许再反悔 小妖手脚麻利地 把文具塞到抽屉里 迅速地把挂在 车顶上的明珠灯 拿下河上 车厢内陷入黑暗 虽然她又被小妖给骗了 可苍玄心里没有脑 只有甜 她把一条宝毯 搭在小妖身上 自己躺下休息 小妖 唱首歌吧 小妖哼唱起了那些 伴随着她和苍玄 长大的古老歌谣 在低沉舒缓的哼唱声中 苍玄沉睡了过去 小妖闭着眼睛 仍旧随意地哼唱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旋律变成了那首踏歌 愿何世间有悲欢 愿何人生有聚散为 愿与君 长相守不分离 长相守不分离 小妖的眼角 一颗颗泪珠 缓缓滑落 清晨 苍玄和小妖回到神农山 苍玄把小妖放在小月顶 来不及和老轩原王问安 就匆匆赶去紫金顶 轩原王坐在廊下 静静看着青山白云 面色憔悴 小妖跪在她面前 神外爷担心了 轩原王没有说话 似乎在宁神考虑着什么 小妖一直跪着 跪得腿都酸麻了时 轩原王悠悠叹了一口长气 好似终于有了决定 她说道 自你失踪 苍玄一直守在东海 谁劝都不听 下次涉险前 先想想苍玄 不会再有下一次 小妖不仅和香柳做了交易 也对苍玄许过诺 绝不会再放弃 轩原王说 你起来 去休息吧 小妖磕了个头 起身要走 轩原王又说道 我很喜欢 景那个孩子 但不管怎么样 你和他没有缘分 他已经死了 你忘记他吧 曾经以后 你安心留在神农山 藏玄 藏玄会给你一室安稳 小妖没有吭声 低着头回了自己的屋子 连着两夜没有睡好 她很疲惫 却睡不着 配了点药喝下 才有了睡意 迷迷糊糊中 她悲伤地想 本以为 再也用不着这些药 没有想到 又要开始 依靠药物 才能入眠了 张鹅店里 所有婚庆的事物 已经全部摘去 就好像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过 没有人提警 也没有人提 小妖失踪的事 小妖的生活 变得和以前一样 不管是老轩原王 还是苍玄 都表现得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小妖知道 不一样了 当她眺望天际时 即使看上一整天 也不会再看到 一只白鹤 驮着井翩翩而来 小月顶上的侍卫 更多了 苍玄肯定和佐尔 说了什么 不管小妖去哪里 佐尔都会跟着 她安静到 像是不存在 刚开始 小妖常常以为 她离开了 可等她扬声叫 佐尔 也许头顶的树荫里 会探出一个脑袋 也许路边的荒草中 会传出应答声 也许身侧的 狼柱阴影中 会冒出一节衣袖 佐尔就像山林里的 野兽一般 总有办法 把自己隐匿在 周围的环境中 小妖问起 屠山似的事 苍玄说 有些混乱 屠山镇是 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可那些长老也知道 屠山镇并不是井的孩子 都在各怀私信地耍花招 在各大士族眼里 屠山市是块大肥肉 所有人都想吃一口 巴不得屠山市越乱越好 都拼了命地 在乱上加乱 在和井有关的事情上 苍玄从不主动提起 但小妖提起时 她也从不回避 她的态度 大概就像医师 对待病人的伤口 既不去刺激 也不会藏着悟着 必要时 甚至明知道小妖会痛 她也会像割去腐肉一般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 她明知小妖很忌讳 人家在她面前说警死了 可苍玄该讲时 从不刻意避讳 小妖问苍玄 你方便插手屠山市的事情吗 当然不方便 但那些士族就方便了吗 大家不都在暗地里插手掺和吗 小妖说 只要我还活着一日 我不想看到屠山市垮掉 苍玄问 你想怎么做 小妖说 屠山镇虽不是井的孩子 却也是血脉纯正的屠山市 我想 屠山太夫人 不会反对让她进任组长 苍玄问 她的父母害死了井 你不恨她吗 小妖被苍玄的话刺得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如果侯还活着 我会千刀万挂了她 可屠山镇 只是个孩子 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和我 都是从小没有父母的人 知道孤儿的艰难 她要是那样不光彩的出身 活着对她而言很不容易 如果 她不能被确立为未来的族长 只怕有人会动手除掉她 毕竟她才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 我可不想经哪一天回来了 再见不到她 苍玄被小妖的话刺得沉默了一阵 微笑道 那好 让屠山镇做屠山组长 小妖说 谢谢 苍玄在小妖的额头上敲了一击 你和我客姐 是不是想逃打 小妖揉着额头说 你别仗着你现在有灵力就欺负人 我不是没有办法收拾你 那你来啊 苍玄十分嚣张 小妖颓然 她最近根本提不起精神 折腾那些迷药毒药 苍玄揉了揉小妖的头 你整日这么待在小月顶上 会呆出毛病的 上一次因为锦儿痛苦时 小妖还知道自己给自己找事做 分散心神 可这一次 她好像什么都无所谓 你派了那么多侍卫跟着我 难道我要带这一大群侍卫满大街跑吗 再说了 神龙山附近哪里我没去过呢 小妖苦笑 这就是活得太长的弊短 活到后来 什么都是见过的 苍玄说 不如这样 你去旨意开个医馆 省得整天胡思乱想 你放心让我跑来跑去啊 我可不想医馆不是因为我的医术出名 而是因为医馆里有一堆侍卫而出名 我不放心让你跑来跑去 可我更不放心你这样子下去 侍卫的事我会想办法 不用你操心 小妖 反正你闲着 不如用自己的医术去帮别人解除痛苦 当年是谁慷慨激昂地说什么 用医者之心在学习医术 小妖想起 景曾和她商量 在青秋城开个医馆 小妖微微笑起来 对苍玄说 啊 我去旨意城开个医馆 正好可以查查 究竟谁要杀她 这样整天待在小月顶上 被保护得严严实实 别人完全接触不到她 她也没有办法接触别人 小妖用自己的私房钱 在纸意城开了个医馆 为了出入方便 她穿了男装 打扮成个男子 医馆里除了苗圃和左二 只有两个小妖雇佣的少年 小妖特意试探过他们 真的就是普通人 绝不会是苍玄派来的高手冒充 医馆的生意不同于别的生意 顾客很任医师 因为小妖没有名气 生意很不好 小妖也不着急 教两个少年便认药草 还开始教左二和苗圃认字 苗圃跟在她身边多年 已经七零八落地认识了一些字 有时候小妖忙着收拾药草 就让苗圃去教左二识字 总能听见苗圃唧唧呱呱地 训斥左二的声音 苗圃很清楚 看上去苍白瘦弱的左二 有多么厉害 每次小妖让她照顾左二 她总喜欢翻着白眼说 谁欺负她呀 却不知道 她自己一直在欺负左二 因为小妖的医术是真好 但凡偶然来过一次的人 就知道这个每日都笑咪咪的少年 真的堪称药道病除 她的枕筋不便宜 可用的药材都很常见 很少会用到那些贵重的药材 毕竟枕筋是一次性 抓药的费用才是大头 折算下来并不算贵 渐渐地附近的人 有个头疼脑热都会来找小妖 小妖的医馆开始有了进账 小妖对左二和苗圃说 唉 我终于养得起你们了 苗圃完全无法理解 小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自己赚钱 左二却放心地笑了笑 不再担忧自己会饿肚子 在左二眼里 只有小妖的钱才可靠 别人的都不可靠 除了担忧饿肚子的事 左二更大的担忧是小妖的安全 在她眼里 苍玄派的侍卫不算是自己的 都不可靠 左二问小妖 为什么你不追查 谁想杀你 小妖说 已经在追查了呀 左二困惑地看着小妖 小妖笑起来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左二整日和命部表情格外丰富地描迫在一起 现在左二的表情也多了一点 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小妖说 那个人想杀我 如果不是为了利益 就是很憎恶我 如果有一个人很憎恶你 恨不得你立即消失 结果呢 你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整天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世子还过得滋润得不得了 你说 那个人会怎么办 左二很痛快地说 我会杀了她 小妖无语地拍拍左二的肩膀 安慰自己 没有关系 继续努力 迟早 左二会改掉这个口头禅 苗福不屑地说道 那个人害小姐没有害成功 看到小姐回来了 肯定会寝食不安 密切注意小姐 小姐日子过得越滋润 她越难受 恐惧加上憎恨 说不定 她就会再次想办法害小姐 只要她行动 我们就能知道她是谁了 苗福抬起下巴 高傲地看着左二 这就是陛下说的 以静制动 你这样的蛮人是不会懂的 左二像以前一样 沉默不语 面无表情 但小妖相信 左二明白 在看过她出手后 苗福还敢在她面前这么嚣张 苗福也从来没把她看成怪物 小妖微微咳嗽了一声 压低声音 对苗福说 这事 我还不想告诉陛下 苗福沉默了一瞬 坚定地说 牟必明白 上一次小妖和陛下 争论她的生死时 她就明白了 旧主和新主之间 她只能忠于一个 小妖拍了下手 笑道 好了 我要去干活了 咱们就等着看 那个人能熬多久 一日下午 小妖诊治病人时 风龙走了进来 小妖对她笑了一笑 继续和病人说话 苗福迎上前 招呼风龙坐下 左耳看似木然 却是将身体调整到了 能瞬间发动进攻的姿势 带风龙喝完一碗茶 小妖才看完病人 病人离开时 边走边抱怨 枕筋有点贵 小妖一副生意人的态度 陪笑听着 不反驳 也绝不降价 风龙道 这些看病的人 如果知道 为他们看病的医师 是修转 圣迹外经 和圣迹内经的大医师 肯定不会显枕金高 自从医书修成 全天下医师都交口称赞 虽然大部分人 压根不知道 这套医书讲的是什么 却都知道 是比百草精柱更好 更全面的医书 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修转医书的大医师 被传得医术高超无比 一副药方价值千金 还很少人能请到 小妖说 她的病不是疑难杂症 一般的医师就能看好 我的诊经 的确有点高 她嫌贵 下次别找我就好了 风龙好奇地问 如果不是做膳事 何必隐姓埋名开医馆 如果是做膳事 又何必把诊经定得偏高 小妖理直气壮地说 我的医书那么好 如果诊经便宜了 谁都来找我看病 我能受得了吗 再说了 我是不用靠着医书 去养家糊口 和别的医师需要 我不能为了自己做膳事 断了别的医师的生路啊 还是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老老实实地做生意 大家都有钱赚 大家都老老实实地 过自己的日子 风龙笑起来 小妖的想法 永远和别人不同 她永远抓不住 她的思路 也许真正能理解 小妖的人之忧情 可是 风龙的笑苦涩起来 她说 涂山市的长老 同意了让涂山镇 继任组长 九位长老会一起教导 辅助他 在他能独立掌势前 涂山市的事务 会由所有长老商议决定 我想 有陛下的暗中照顾 涂山市 可以熬到涂山镇长大 这些事 沧玄已经告诉他了 小妖可不相信 风龙突然出现 是为了告诉他这些事 她默默地看着风龙 风龙说 今日 我和沈市 江市的一些老朋友相聚 以前他们就对我 唯唯诺诺 现在更是我说什么 他们就顺着我说什么 我觉得特没意思 找了个借口 中途离席了 我只是随便转转 并没打算进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就拐了进来 井的事 我很难过 小妖垂下眼眸 风龙说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 觉得长大后 可以自由自在 干很多事 现在 却总会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 井和河好得让我嫉妒 我和河多好动 却玩不到一起 每次我被师父责骂后 都会钻到井的房间里 对他愤愤不平地 谈我的宏伟报复 还有场那个狗头军师 老是和我针锋相对 每次出去玩 只要井不在 我们总会打架 我们一群臭小子 打着闹着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 现在这样 常如今和我说话 总是笑容亲切 有礼有节 就好像我是他的主顾 猴死了 井也不在了 突然之间 我发现 竟然再找不到一个 一块胡吃海喝 胡说八道的朋友了 风龙苦笑起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和你说这些 大概因为我以前 总是一有烦恼 就会去找井 和他胡说八道 今日竟然对着你 也胡说了 你别嫌烦啊 小妖温和地说 只是借出一副耳朵 不会嫌烦 风龙站起身 说道 我走了 你 不要太难过 日子还很长 尽肯定希望你过得好 风龙觉得很荒谬 小妖曾是她的新娘 她扔下她逃婚后 她以为自己 绝不会原谅她 恨不得她一生 凄惨孤苦 可没想到 现如今真看到她如此 她竟然也不好受 小妖送着风龙 到了门口 不经意地问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开了一家医馆啊 王后随口提了一句 其实新月不是随口提了一句 而是厌恶地提了很多句 这也是风龙不明白的地方 自从小妖逃婚后 新月就对小妖十分憎恶 张口闭口妖女 到现在 她都已经完全不介意了 新月却只要提到小妖 总是厌憎无比 有一次 竟然说小妖像她母亲一样 是淫娃荡妇 咒骂小妖迟早会像她母亲一样 不得好死 风龙历声训斥了新月两句 新月却甩袖离去 风龙无可奈何 新月现在是王后 她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 管束她 两人虽是双胞兄妹 可一个是赤水士 一个是神农士 一个在赤水长大 一个在轩辕城长大 她和新月 从没有像猴和锦那样亲密过 所幸新月表面上依旧举止得体 并未流露出对小妖的憎恶 小妖回到医馆 静静地坐着 问自己 是新月吗 为什么呢 风龙刚才说 不明白为什么旧日朋友死的死 散的散 纵然见面也言不及意 客套敷衍 小妖也不明白为什么 当年她和新月曾同塌而眠 曾一起为哥哥们打掩护 曾一同为苍玄担忧 为什么到了今日 非要置她于死地 左耳问 苗仆说她是赤水风龙 是她吗 小妖说 如果不是她太会演戏 我想 应该不是她 是神农心月 我去杀了她 站住 小妖拉住左耳 严厉地说 没有我的吩咐 你什么都不能做 明白吗 要不然 我就不要你做侍卫了 左耳目染冷漠的脸上 好似闪过委屈不解 闷闷地说 明白了 小妖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想起 香柳受委屈的样子 又是好笑 又是心软 放柔了声音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你不要老是惦记着杀人 侍卫和杀手不同 左耳倔强地说 杀了他 保护你 小妖头疼 扬声叫 苗仆 你给左耳好好讲解一下 杀手和侍卫的区别 苗仆笑嘻嘻地跑到左耳面前 开始了他的叽叽喳喳 在苍玄迎娶新月之前 小妖就离开了紫金顶 从那之后 小妖再未去过紫金顶 当小妖再次站在紫金宫前 宫人都不认识他 小妖拿出老轩元王的令牌 在宫人震惊的眼神中 苗仆对宫人说 是小月顶张额宫的西林小姐 宫人听说过这位绅士离奇 命运多喘的西林小姐 更听闻过 亲老两位轩元王陛下都十分宠爱他 如今看到如同轩元王亲民的令牌 确信传闻无误 他们打开了宫门 恭敬地请小妖进去 小妖离开时 紫金宫还有几分荒凉 现如今已是焕然一新 一郎一住都文采鲜明 一草一木都精心打理过 来往宫人络绎不绝 却井然有序 鸦雀无声 让行在其中的人 感受到一种沉默的威压 不知不觉就放轻了脚步 屏住了呼吸 收敛了眼神 唯恐一个不小心冒犯天言 小妖微微而笑 原来这就是新月想要的一切 今日是三月三 中原的上四节 白日人们会去河滨沐浴 祭祀祈福 晚上则会相约于春光烂漫处 插流赏花 上四节对中原人非常重要 相当于高薪的五月五 放灯节 沧玄对各族一视同仁 既保留了轩辕的重大节日 也保留了中原和高薪的重大节日 每一个节日 沧玄都要求官员必须依照各族的风俗去庆祝 至于百姓们过与不过 则听平自愿 紫禁宫内的妃嫔来自大欢各族 每个节日都会庆祝 可王后是中原人 上四节这一天 宫里会格外热闹 苍玄为了晚上的宴会 下午早早去看过轩辕王和小妖 救回了紫金顶 在宫人的引领下 小妖走进了百花园 园内清流眼映 木林葱龙 芳草七七 百花绽放 由小镜四通八达 与错落有致的亭阁 拱桥相连 步步皆是美景 积水盼 亭窃间 零零落落地坐着不少妃嫔 还有数位女子坐于花音下 居中放着一张高齿曲的龙凤坐踏 苍玄和仙月坐在上面 只不过苍玄歪靠着 很是随意 仙月却端坐着 很是恭敬 众人正在听几个宫额演奏曲子 司主管弦 彩袖偏飞 看上去一派花团紧簇 美不胜收 带曲子做完 掌声响起 一个小妖不认识的妃嫔道 好虽好 但比起王后 可就差远了 江平笑道 听闻陛下和王后是在赤水湖上初相遇 那夜正好起了大雾 十步之外已不可见 陛下听到王后的琴曲 吹箫相合 人未见面就已琴箫合奏了一曲 不如陛下和王后今夜再琴箫合奏一曲吧 当年合奏时还未相识 如今合奏时亦是夫妻 可真是姻缘天注定啊 有妃嫔跟着起哄 要求苍玄和新月答应 有妃嫔只是面带微笑 冷眼看着 还有三两个不屑的撇撇嘴 小妖让苗圃拉住宫人 先不要去奏抱 她站在花音下 悄悄旁观起来 新月眉梢眼角似撑还喜 三分脑 三分休 四分喜 虽然已是愿意抚琴 苍玄却一直微笑着不说话 起哄的妃嫔摸不准 苍玄的心思 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冷眼旁观的妃嫔心中暗笑 唇叛的笑意渐渐深了起来 新月视线轻扫一拳 脸朝着苍玄羞涩地嚷道 陛下 快让他们别闹了 竟然一个两个 拿我当情侣取笑 苍玄含笑说 今日过节 既然他们要你做琴女 你就坐一回 我陪你一起 看谁敢取笑你 非嫔们的神情变换甚是精彩 新月眉目间都是笑意 机灵的公额已经将琴摆好 把萧奉到苍玄面前 新月轻移连步 坐到琴前 苍玄拿过萧 走到了溪水边 新月先拨动琴弦 奏的是当日 他和苍玄在赤水湖上相遇时 合奏的曲子 苍玄吹枭相喝 四周寂静无声 只闻琴枭和鸣 一个潇洒飞扬 一个温柔缠绵 一个大开大合 一个小心谨慎 一个随意纵横 一个步步追随 倒也和谐 小妖却想起了赤水湖上那自傲自今 随性飞扬的琴声 敢和萧生比斗较劲 敢急急催逼 也敢怒而劣弦 新月竟然放弃了那样的琴音 选择了这样的琴音 小妖不禁叹息一声 叹息声不大 可轩缘王和王后在合奏曲子 人人都屏息静气 唯恐听得不够专心 唯恐显得不够恭敬 在寂静宋慕中 小妖的叹息声显得很不专心 很不恭敬 苍玄和新月都微微醋眉 眼含不悦 视线扫向了花音 小妖也知道自己失礼了 心里感叹自己果然是没有教养 尚不得大场面 她上前几步 面朝苍玄和新月弯身行礼 本是表示请罪的恭敬动作 可抬起头时 小妖想到只有苍玄和新月能看到她的脸 心念一转 却是对苍玄和新月做了个鬼脸 无一丝恭敬 更无一丝请罪的意思 新月的手一抖 琴弦断了 琴声咒指 恰好苍玄看到小妖 惊恶下也忘记了吹枭 倒好像两人同时停止 谁都没显得突兀 苍玄定了定神 问道 你怎么来了 小妖低下头 很是恭敬地说 外祖父种的樱桃 提前成熟了 知道陛下和众位娘娘在过节 特命我送一些过来 苗仆上前 把一篮子樱桃奉上 内侍接了过去 恭声听命 苍玄说 是祖父的心意 都尝尝吗 内侍忙给每位娘娘 都分了一小叠樱桃 老轩元王自从必居小月顶 从未来过紫荆顶 也从未召见过任何一个 她的孙媳妇 只有王后偶尔能去拜见 众位妃嫔得了这份意外的赏赐 都十分惊喜 一个个妙语连珠 又要赞美好吃 又要感谢老轩元王 还要谢谢送了樱桃来的小妖 当然 最最要紧的是 做这一切时 都是为了让苍玄留意到自己 一时间满园内阴阴厉厉厉厉厉 真是阴唇软 粉面胶 目如水 腰似柳 一派婉转已拟 小妖微眯着眼 笑看着各位美人 苍玄脸上挂着和煦的微笑 心里却不自在起来 就好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被小妖正好逮住了 她看了眼身边的内侍 内侍说道 时辰不早了 各位娘娘也该歇息了 所有妃嫔都没有意外 苍玄看似随和 实际很清冷 对燕影欢聚并无兴趣 每次宴会 要么来得早提前离开 要么来得晚 让宴席早点散 从没有耐性从头玩到尾 众位妃嫔行礼告退 苍玄把刚才用过的萧帝给心悦 微笑着说 麻烦往后收好 所有妃嫔深深盯了新月一眼 低下了眼眸 将各种不应该流露的情绪都藏了起来 新月笑意盈盈 双手接过了箫 只觉得一口气堵在心口 苦涩难言 她几乎想大叫 难道你们瞎了吗 都看不见吗 她根本不是宠爱我 她只是利用我 让你们忽略了小妖一来 她就解散了宴会 让你们日后一想起这场宴会 忘记了其他 只会想起她和我在宴上勤销合奏 还宴后赠销 你们这帮瞎子 她保护的 是被她一直藏起来的人啊 你们要嫉妒 要仇恨 也该冲着她 可新月什么都不敢说 她只能屈身行礼 谢过陛下后 礼仪完美地退下 新月明知道不该再去看 却又无法克制 她刻意落在所有人后面 兜了个圈子 借口寻找掉落的香袋 往回走去 她走进花音盘 但新月不敢再靠近 听不到苍玄和小妖说什么 只能看到 溪水边 两人并肩而行 新月仔细地回忆过往 自从她嫁到紫金顶 竟然从没有和苍玄并肩而行过 不管任何时候 她都会微微落后苍玄一步 她想不起来究竟是苍玄的威严 还是她的不敢见悦 让她如此做 反正不知不觉中 已经成了习惯 连王后都不敢真和苍玄并肩而行 其他妃嫔更不敢 大概正因为整个紫金顶上 都没有女人真能站在苍玄身旁 新月从没觉得自己微微落后的一步 有什么问题 可今夜 她突然发现 原来 苍玄是可以与人并肩而行的 苍玄走得沉稳从容 小妖却时而走在草地上 时而在石块上一蹦一跳 但不管小妖是快还是慢 苍玄总是随在她身旁 小妖踩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 脚一滑 身子摇摇晃晃 就要跌进溪水里 苍玄忙伸手拽住她 人是没跌进溪里 一只脚却踩在了溪水里 群聚都湿了 苍玄自然而然地蹲下 摇起小妖的裙须 帮小妖把湿掉的裙子拧干 小妖弯下腰 一手扶着苍玄的肩膀 一手脱掉了湿鞋 苍玄起身时 顺手拿了过去 帮小妖拎着 小妖指着溪水 不知道在说什么 苍玄摇头表示不同意 她的坐骑飞来 苍玄拽着小妖跃到坐骑上 向着小月顶的方向飞去